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没有天赋只有努力 王一博跳舞备受好评 因为热爱拼尽全力 王一博在街舞中的表现 很好的诠释了 因为热爱拼尽全力 这就是街舞 成就了王一博 同时因为王一博的加入 让街舞大放异彩 成功出圈 这句话不足为奇了 但是到底街舞赋予了王一博怎样的精彩 幕后的花絮中 我们才懂得 他能够跳舞如此好看 无外乎两点 热爱加努力 这就是街舞 很好的为我们呈现了 热血 激情 爱 和平 这是我对于街舞最为感动的一期 不是因为有王一博的参与 而是对于舞蹈爱好者的 那份对待舞蹈的炙热 情感的传递方式 通过肢体语言来表达 街舞中 场上的ACKY张英 致敬 尊重 无法用语言形容 这是看到这期节目最大的感受 不自觉的酸了一下鼻尖 终于明白了 热爱这个词的真实含义 是一个人灵魂的力量诉说方式 话说回来 这期的王一博 也是用同样的方式 来表达了这份热爱的定义 因为它的光环 我们看到了街舞 因为它的热爱 我们感受到了这份炙热 很多人都说 王一博属于天赋型的舞者 可是从幕后的花絮中 加上这么多的街舞大神 对它的评价中 我们不难发现一点 没有所谓的天赋 只有努力 与其说王一博有天赋 不过是一笑大方 不过是他具有很好的感悟力而已 这个也是针对于 他对街舞的一腔热血的热爱 首先呢 在街舞第一期中 夜音对王一博的评价是 雪舞是真的特别的快 对他的信任感也是强 所以会加入很多新的元素进来 同时呢 在一边的Locking大神组合HB 他们说 没想到王一博会这么的努力 一直在不停的练习 挺让人吃惊 同样 这期节目中 亮亮跟王一博合作后的评价 更是一致的相似 学动作真的超级快 感悟力也超级快 真的有种不知所措的感觉 特别是还有一个最为感动的评价 来自于ACKY的评价 他是街舞中的元老级的存在 他说遇到过特别多的年轻人 但是王一博却是其中见过这么多的 少有的这么努力的人 是啊 王一博的努力有目共睹 他能够有如今 我们不排除有幸运的成分 但是努力却是一成不变的 任何行业都需要努力 只是他努力的貌似比我们更多而已 娱乐圈中的顶流 都说货真价实的不多 大部分都是资本运作下的产物 可是随着更多真实的曝光后 有实力的月发闪闪发光 未来只会让我们更为相信 实力才是王道 努力才配得起拥有 最后呢 韩庚说 认识王一博这么多年 他是真的特别喜欢跳舞 因为热爱所以才会拼尽全力 从未辜负自己的付出 更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了我们 这份热爱 通过街舞的方式表达 通过肢体的语言来诠释人内心的情感 足以 这就是热爱 这就是街舞 这就是王一博 点点滴滴中 从王一博身上发现 有些纯粹的东西 可以激发我们内在的潜力更力量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